正式命名你为海昆军舰 命名人总统蔡英文 我国首艘 潜舰国造原型舰海昆号 去年正式下水 目前驳岗测试大致完成 但幕后最大工程黄曙光 以口头请辞国安会滋味 潜舰国造专案召集人等职务 我大概一两个礼拜前来就知道了 所以其实这是他工作上的选择 而且刚好也是政党轮替 阶段性任务的话 因为他年纪也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每个人的生涯规划 身为黄曙光的妹妹 民众党立委黄珊珊 先证实确有此事 黄曙光晚间发出声明表示 请此事个人身心俱疲 完全与他人无关 更无关任何政治因素 未来将以民间人士 协助台船海军造舰 提供各项咨询参考 请有心名嘴特定政治人物 以国家为念 不要再有恶意攻击 打击军人名誉和士气 这个潜见这个事情 根本就整个是一个贪污案 就是黄曙光带了一群人在贪污 为捍卫个人心欲 黄曙光日前已对吴子佳提出 毁谤刑事告诉 并求偿200万损害赔偿 对于建立制度 对于培养人才 对于工法的取得 以及后续建的规划 我想这也是黄曙光的贡献之一 可以说潜见国造会继续下去 不会中断 未来也可能没有接下 任何的部会手掌的部分 因为我们在家里不谈共事 选总统赖青的日前才宣布 将全力支持七艘国造 后续建 这人都还没就位 就先折损站立